今天是今年阿里山的問候加雄民眾人發言 大家看見全王阿里山的進行一夜 就在加劇市 到底要如何增加到觀光的經濟效益 既然要在市區區總結順進行探討 加劇市議員創文校 提出日本驚家造市場 家自去民觀光客全王為例 拜登情結簡單、清澈 主要要表達家自家造市場幾月了好 形成自己、休閒、找報、設計、消費、好起床 我們開始覺得很親切 來的市場 這有國中的字畫 調在東北電視的調令 調在那裡可以在那裡看 所以我們是相信 價值挑挑市場 如果它是可以接口藝人的表演 我相信可以只要是跳投市場 更具有特色 我相信都可以去民國來游客 並且可以刺激消費 將其市主務定位為休閒消費者市 你贏幾月 並且提供一個比較舒適 而且既然會被家自休閒 官公公人的家自改造市場 讓市民教官來游客 提案到將其市的生活 問負勒涅 價值品和價值比釋 我們要篩選案位 我們如果有一個專門 有一個市場中 跟幾月當隊 跟有什麼大年人贏來獎牌 我們才可以篩選一位 我想我們有一些 就是文化的或者一些空地 我想能夠聚集人氣的 那個地方 像我們現在有 過去在文化中心 這是一個地方嗎 是不是可以找出一個我們的定位 到底在哪裡 然後讓我們的觀光真的是 有做出一個特色 我覺得我們價值其實 我們常常在講 它不缺少美 缺少發現 那我們現在希望能夠把它發現 所以我常常在跟所有人 我們就如同講 每一個人如果能不能做一個 像這個城市的酵母一樣 每一個人都有那個感染力 那我們從這裡訓練起來 所以這是點點滴滴去打造這一個品牌 家喻式的品牌 這品牌代表它的特質 它的特色 然後我們點點滴滴把它累積起來 那每一個人都是一個酵母 然後去感染外地的人進來 去看到它的好 它的美 每一個可以把握的機會 新的時代有新的創新創意 我們希望都能夠掌握起來 像魏德勝魏導演 他要來可能這個片子 這就是挖掘一個 舊的一個故事 但是很感動的熱血的故事 但是藉由新的創新的科技發展 來做行銷 這也就點點滴滴的累積 家喻式議員也提出 文化路的中央公眾是設施的好地點 而美匯市長表示 創意願的意見 中高府企戶團隊堅議辦理 謝謝新聞 創民黨家喻式蔡鳳報當 謝謝大家